马可福音第五章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 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那人常住在坟营里 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脚料和铁链捆锁他 铁链竟被他证断了 脚料也被他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 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看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 污鬼啊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回答说 我名叫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就再三地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央求耶稣说 岂有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 附着猪去 耶稣准了他们 污鬼就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了 猪的树木约有两千 放猪的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就来 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 坐着 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 和那群猪的事 都告诉了众人 众人就要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船的时候 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 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 在迪迦坡里 传扬耶稣 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耶稣坐船 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 到他那里聚集 他正在海边上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雅鲁 来见耶稣 就俯伏在他脚前 再三地求他 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血暗守在他身上 使他痊愈 得以活了 耶稣 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 跟随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进了他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事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于是 他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 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 转过来 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俯伏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她 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管会堂的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于是带着彼得 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 不许别人跟随他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嚷 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 进到里面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乱嚷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吃笑耶稣 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 就带着孩子的父母 和跟随的人 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 对他说 大利大谷米 翻出来就是说 闺女 我吩咐你起来 那闺女立时起来走 他们就大大的惊奇 闺女已经十二岁了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 不要叫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二十六岁了 我尝贼他 他是吃受香港人 都不确认 这帝近的听话 是一帝 是一帝 蔡人 根据了 一帝 你 我尝贸 你 我尝贸 我尝贸 对他